各位茶友好,我是玉秀阁茶团老王 今天呢,老王来到了自己的一个茶友朋友的工作室 冲冠路真如,一唱天下白 亭兰珍藏 这个都见过了,激刚碑,这个还不太像是明代成化的那个激刚碑 这个是清代康熙以后的这种激刚碑风格 因为他这有山石,这个应该是 好像棕榈树 看着不像秋葵花的那样 秋葵没这么大 现在人对于新磁器来说要求真高 但是茶友始终会有这种这个那个的毛病 有的有矿点啊,小缩柚啊 小缩柚啊,对不起 但其实我觉得有些人还比较追求那个 就是有一些,比如西斑啊,那个 柴窑里头的这青花的西斑 其实不是这个圆青花,因为它里头含这个铁有点多嘛 它那个料,青花料含铁多 所以它有西斑 现在有这么一些人喜欢这个 苏玛黎青料 里面的就古董行叫铁锈花 哇,铁锈半 我足撇口 微微的这么一撇 这个拉皮其实 还是 有点要求 它直 直的往外 往外撇 一点点 所以说这个过去真正的文人喝茶 对这个器的要求啊 看似简单 但实现里面含的东西很多 对吧 是个讲究 画片 是个许简单 就是瓷器里面的高档货 它要比粉彩 还有这个 叫青花 都要难烧 烧两遍吧 又里红也挺难烧的 又里红是一遍成 这个是两遍 对吧 所以可能 失败概率成成二 对 那有些又里红 加彩 那也是高级品种 对 现在真的是 瓷器是越做越好 他这个工艺 是肯定是要比 清代 明代 元代 都要成熟 那韵味还是希望有一些追求的哈 对对对 我一个朋友上次聊 他说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产物 他说现在这一类的柴妖 那其实就是当代官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制作工艺的难度 跟成本跟当年是一样的 那么价值也就这么体现的 它要符合几种要求 公益 对吧 人文 包括说这个 成品率 就一摇出来 他肯定有那么几支是最好的 尤其是按照那个极科科的要求 没有矿解 没有缩用 对对对 没有变形 对对吧 那这个可能 偶然性 这也是偶然性 我当初挑 因为我的市民是吉祥市 所以我挑的这个题材呢就是一只鸡 还有一只羊 鸡和牙 吉祥的谐音 这对辈子 原来我是打算 开谈授业的时候 学生进茶的 在现在想想有点想多了 水瓶远不能开谈授业 但是什么时候 就是说你想的事情 你都先攒着 我觉得他都有用 派得到用处的地方 都有用武之地 清花缠织联发色这个画片 跟乾隆工艺特征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当时也未必有这个样子的盖碗 对对 只是按照当时的工艺特征来做的 但是呢他就是整体给人的感觉 就是乾隆官窑的那种感觉 点染 点染 一路清零 挺干净的盖碗 其实我以前用的一个白用 白用的呢 人家说这个曲高和寡 你这个 太干净了 换着用的 清花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是喜欢用这个白盖碗 一个是 白用素养 对 相对来说你其实看过繁花之后 你就最后还是喜欢用这种 没有花的 光气 对 包括胡哈那种 咱们都喜欢光气 光气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 其实 看空间 看空间 这个白盖碗它还挺容易搭的 还容易搭的 它不像 像清花还是比较挑的 它放在就是茶 白用啊 放在茶桌上 它这个色 它亮眼 好 好